下面要讲的故事 名字叫做蜜蜂卖蜂蜜 这个故事里有两种动物 一种是熊 另一种是蜜蜂 好,故事要开始了 有一群贝尔在树林里野餐 他们准备了蜂蜜蛋糕 奶油面包 以及可乐、汽水 好多好多好好吃和好好喝的东西 当所有的东西都吃完了 他们就开始玩游戏 所有的贝尔都玩得好开心啊 可是碧却不开心 他们非常的生气 因为每一次贝尔举行野餐 就把碧辛辛苦苦做成的蜂蜜都拿光了 碧决定开会来讨论这一件事情 有的碧建议说 大家去攻击贝尔 有的碧建议说 把蜂蜜尝起来 最后决定先找贝尔谈谈再说 于是就派了一只碧去找贝尔 把币他们开会讨讨论的事情告诉了贝尔 贝尔听了觉得很对不起币 于是贝尔自己也开了一个讨讨论的结果是 如果币肯把蜂蜜卖给贝尔 那么贝尔就不会再去拿币的蜂蜜了 贝尔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币 币赞成这个办法 于是币就开了一家蜂蜜店 专门卖蜂蜜给贝尔 现在如果你在树林里 看见了一些贝尔排成一排 那就是他们在排队买蜂蜜 小朋友 蜜蜂卖蜂蜜故事讲完了 我们来复习两种动物的名字 请小朋友跟在后面念 熊 贝尔 蜜蜂 蜜蜂 蜜 蜜蜜